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方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上一支影片呢我给大家介绍了怎么样在go daddy上面注册一个域名 并且呢购买了wordpress托管的服务 我们也使用了go daddy推荐的一些主题模板 但是看上去并不是令我非常的满意 我想将这个域名和这个空间呢 打造成我们big fun youtube频道的一个延伸 因为之前我youtube频道当中有很多的这种教程 文字啊放在github或者是google drive上面 其实不便于big fun这个频道的一个积累 我想利用自己注册的一个域名来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网站 那就是big fun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空间 浏览器输入bigfunfun.com 就看到了我们上一次影片给我们做好的这个主题 我并不是特别的满意啊 一方面它这个字啊图片都似乎太大 不是够精致 那么我们怎么将它改造一下 我们看一下 打开go daddy 进入我的产品 在基础版wordpress拖管件站点击管理 点击编辑我的页面 它把我们登录到我们的后台 只是我们觉得如果外观不好看 我们就点击主题 这是wordpress后台可以提供我们的更多的主题 我们可以添加新的主题 热门 因为我想将它打造成一个博客的 因为我可能会定期发布一些我的视频的内容 文字版的教程方面的内容 那么我想把它打造像一个杂志类型的 看一下哪个更适合我一点 这个感觉太乱了 但我每一期又没有很多的图片 我又不想放很多的图片 我可以允许是没有图片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样 这个绿色的风格 看一下 我们点击安装 点击激活 好 它现在显示已启用了 我们再回到查看站点 好 我们打开了 感觉这个图片还是挺大的 我们现在需要去下载一个我认为比较好看的 在这支影片当中也带大家安装过这个主题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后台当中怎么来进行主题的安装 好 我们点击左侧的菜单栏 外观 点击主题 点击添加 点击上传主题 我们需要将一个压缩的主题安装包在这边上传 我们去下载 在我影片下方的描述器里面就有这个下载地址 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 展开 Innovation 我们选择这个Innovation 我们下载跳转到了我的Github页面 我们来选择Innovation的下载 4.46兆 download 那等我这个网站建好呢 那我将这些文字介绍类的链接地址 我都会放在我自己的这个网站下面 而不是放在Github上面 好 这就是我们下载好的Innovation的主题 是一个Zip包 外观 主题 添加上传主题 选择文件 选择我们下载好的Innovation.zip这个包 选择好了 我们点击现在安装 它现在正在上传46% 看到 它正在安装 正在解压 正在安装主题 主题已经安装成功了 好 我们启用一下 点击启用 因为使用我安装这个Innovation 这些插件倒必须要安装的 所以我们全部全选 然后install 应用 好 所有的安装已经完成了 我们再返回到这里 那这些我们需要将它激活 现在没有激活 点击全选 然后这边选择 激活 应用 看一下插件 这些都已经安装成功了 接着我们回到域名 刷新域名 看一下还是原来的 回到外观的主题 现在是自定义 已启用Innovation 我们要回到Innovation这里 这里多出了一个Innovation的图标 我们要看到这里有个demo import 我们要将它 这些demo的数据把它导入 这样的话 让我们的结构是比较丰满的 我们选择一个Innovation的主题和内容结构 好 我们就选这个 点击import demo 确定 它就会将我们Innovation这个主题里面 插入一些初始的一些内容 让我们的结构看上去非常的丰满 我们等待一会儿 20%好像有点慢了 好 它已经好像已经导入成功了 我们再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看到我们的页面焕然一新了 这边是logo 这边是我的主要的头部区域 这边是我的分栏目的区域 然后我的右侧是我的一些social media的广告等等 好 这个非常漂亮了 这个页面 然后我们要将这个logo可以替换掉 然后所有的这些板块文字内容都是可以更改的 我们一步一步来看一下 好 所有的这些Innovation 这些页面的内容呢 都是在左边的这个Innovation的紫菜单里面去实现的 我们分别看一下 第一个是general options 就是它的主要内容的一些设置 比如说主战的一个风格 还有是boxed 还有它的max width of the content 这个是最大的我们页面的宽度是1200 我们还是默认 这个挺好的 可以适合一些不同尺寸浏览器来使用 好 这个我们暂时先不看 我们先通览的看一下 这个general option就是总体的一些设置 分板块区域的一些设置 就是某个板块区域的设置 我后面会一一详细讲解到 然后这边是它的navigation options 菜单方面的设置 它social icon的color 它也是可以自动去调整 调整成一个统一的白色 还是使用它默认的颜色 这个顶现在这个地方 就是它的navigation 和它的navigation上面的social 就是它的媒体的图标 这样会更加统一点 当然也可以使用它原本的一些颜色 比如说我这边把它开启了 就是show color of the social icon 就是显示彩色的我们的social icon 点击保存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保存好之后 我们刷新这个页面 它这边就变成彩色了 当然有人喜欢彩色 有人喜欢同一种颜色 这个就是它后台的设置 在前台展示 这里面所有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它关闭 就不要显示这个social icon 包括它的这个搜索框 是否要显示画布的button 这个就是画布的button 画布的button是什么 看一下 就这个是否要显示 我们看一下 关闭保存刷新 这个就没有了 这个其实就是呼出我们左菜单 我们把它恢复 呼出我们左部菜单的这些 这些menu这些菜单 我们还没有设置 它现在是空的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还有其他的 它的navigation的background navigation的testcolor 字体的颜色 还有我们hover的color 就是我们鼠标放上去之后的颜色 以及它的导航栏的高度 这个stick navigation的high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如果把它滚动 滚动上去 这这条导航栏 你看到它有变化了 它变小了 这就是感觉是粘在这个页面 上面而不是整个页面滚动上去 这个导航栏是stick导航栏 就年度的导航栏 好这些就是所有的这些功能 我们从头开始讲 现在我们先从general operation开始 然后宽度是1200 small就是它的平滑滚动 这边有显示的 就是说在所有浏览器当中使用鼠标 滚轮进行平滑的滚动 平滑的滚动 那不平滑滚动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点击一下保存 每一次点击要保存 刷新一下 你看这个滚动就很快 就它没有那种感觉 它有一个惯性的动作 我鼠标停下来 它会惯性 这样就感觉更加顺滑一点 然后感受一下它的区别 然后这里是smooth display 让动画的效果更加平滑一点 它现在是没有动画 看到animationstyle动画风格 一种放大的效果 还有一种是feed in 点击一下feed in front button 你看它是从下往上渐渐出来的 这种是放大的效果 我们点击看一下 你看从小一下子放大的这种效果 它这边是感觉顺滑一点 看每个人喜欢 这个zoom in 然后我们看general的统一设置的iOS bookmark 那这是iOS书签的风格 这也是可以自己设置的 就是什么地方呢 这我们比如说将这个页面 我们打单独印出来 看到这个就是它的bookmark 比如说我在我的书签有很多 那像这里 这些就是它的iOS bookmark icon bookmark icon 书签的icon 这个是可以自己设置的 我们可以上传一个72x72px的图片 上传上去 那么iOS反正它就是有两个icon 我可以把它设置成相同的 但大小不一样就可以了 那当然它还有retina support 就是它的根据你的屏幕的精度不同 这retina设置就更加高清一点的 这种支持poster view foldery 这是foldery是伪造的意思 就是你可以将你的poster view 就是你的每一个你的文章 有一个view就是我们的访问人数 那foldery就是伪造一下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激素 比如说我如果是都是显零的话 感觉你这个网站非常的冷清 那如果你每次比如说你输入一个1000这样一个值 那么你的所有的这个主题呢将在正负500之间随机出现一个值 加到你真实的这个访问数量去显示出来 你明白这意思吗 这个就是这样拍用处的 那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去显示示一下 根据开启和关闭 我们来看一下在出谱屏上访问这个网址会有什么区别 pagination type就是我们分页的类型 可以显示我们分页类型之不同的一种形式 这个是infinity滚动 infinity这里可以显示要infinity scroll 就是无限向下滚动 我就不用分页了 就不是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 而是一直滚动 一直显示下面无限的内容 就像瀑布流 就我们翻译成中文叫瀑布流的这种形式 好了我们今天这期影片呢 带大家详细的将我们上一支影片当中介绍的 在go daddy上面注册一个域名 并且购买了wordpress这个托管的服务器 然后我们上传了一个大方影片下方的离线的主题包 非常漂亮的一个主题包 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 我一直在使用 那我很想把这个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分享给大家 我也带大家下载 并且用离线安装的方式 安装到我们这个wordpress网站上面 并且应用 这样的话就显得这个网站是一个非常丰满的网站 否则的话你设计的再好 你的设计再好 没有内容进去填空的话 还是很很空洞的一些内容 就是我们导入了一些数据 带大家看了一下这个innovation 主题后台的一些设置 今天由于时间有限 我们只讲解到了第一个general option的这块内容的设置 还有这些我们的分区的设置 导航方面的一些设置 还有我们头部区的设置 侧边栏的设置 页面底部区域的设置 特殊区域就是推荐区域的设置 home option single option 还有我们的分类设置 我们的单页设置 还有我们的social media方面的设置 包括它的导入导出保存的一些功能 非常的强大 我们可能要花几期的节目来介绍 如果屏幕前的小伙伴 想要用wordpress来搭建一个非常丰满 功能强大的网站 那么你可以持续关注大方这个频道 并且跟注我后续的几期内容 那么下一期影片呢 我们可能会讲到是navigation 就是它的导航部分的一些设置 我是大方 我们下期再见